各位伙伴,全球的这个新朋友,这个老朋友的大家好 那我是Robert 那今天呢是由我担任这个第二段 就是一点经验的分享 那来跟大家呢分享我们在杰斯的历程 就像前面这些呢分享着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杰斯这个生意其实它就是各行各业 那你任何人其实你都可以去做这个生意 像刚才我们最后这位美女她的分享 她本来是一个非常腼腆的人 那可是她今天为什么呢 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那透过这个团队 那透过这个系统 那她今天可以人生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她 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也是这个平台的一个受益者 大家看看我这个样子就知道 就一副比较严肃的样子 那这个是我的优点 那也是缺点 可是今天在杰斯这个平台 我透过这个平台的教导 那跟上面很多的好朋友 领袖导师 学习 所以在这些年当中 我得到了我在传统生意里面呢 二十几年了 没有人可以教我的 因为在这个里面呢 我学会了所谓的人生三宝 就是微笑 倾听 还有赞美 这个东西不光是在 敬意杰斯的事业上面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代人处置来说 如果说我们会运用这个系统 教我们这些东西 就是你发现 人生真的会变得更美好 那你会更有同理心去 接触你周遭的人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有时候幸福就在你的身边 那只是你有没有去听 那你的环境传给你的声音 所以那今天就 我就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是在台湾出生的江西人 那我在1989年的时候呢 就跟很多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 我们有一个美国的梦想 因为我们希望去一个很自由 然后又可以住大房子 我小时候常常就幻想 为什么电子上的这些 美国人 他们可以住白色的洋房 那还有两层楼 前面有草坪 后面有这个游泳池 所以那时候就很幻想 所以我89年离开台湾 那来美国 然后毕业之后 那就在美国开始 就是打拼 然后圆认证自己的梦想 那我是在2013年的时候呢 那就开始 就是转换宝岛经营解释 所以来说呢 也有一段时间了 那在这过程中呢 也累积到了一些经验 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的经验 那今天我的主题呢 我先把这个我的PPT打开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我的主题呢 有两个 一个叫做快乐的邀约 那第二个叫什么 正确的ADC 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快乐的邀约主题 那为什么 我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大家看看 我这个样子就知道 那其实 怎么讲 邀约其实就是很快乐的 为什么 因为你邀约的对象是你的老朋友 你想想看 跟老朋友见面 快不快乐 快乐 为什么 你看谈谈我们过去的时光 谈谈我们过去 大家所经历的这些事情 你觉得快不快乐 非常的快乐 所以邀约呢 一定要快乐 那为什么要提这个主题呢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结束伙伴 就常跟我反映说 哎呀 以前这个很会聊天啊 很会邀约人 很会见面 可是怎么这个 这个啊 有时候到经营结识的时候 这个怎么样就觉得怪怪的 就是你反而就是 这卡这个卡那个 啊 那我也经历过这个地方 啊 我也知道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怎么样呢 你可以做一个快乐的邀约 首先啊 因为大家看看我的样子就知道啊 啊 我不是个邀约大士 那我甚至呢 也也不是个啊 在在邀约方面是个比较讨喜的人 不是 为什么 第一个你看我们的脸型就是瘦瘦长 没有苹果肌 所以你要像刚才那几位美女一样 你应该笑起来买你的苹果肌 你看多赏性愿魔 所以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特点啊 所以 可是 我自己呢 常常也是邀约别人出来谈话 可是我都可以邀约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分析过 学理工个人分析过 那我当然知道自己的特质 所以呢 我就很简单的归纳了几个的小秘诀 那我就一直呢 就遵循这个小秘诀 那结果是怎么样 我 其实大家好像还蛮喜欢我的 就是 我都可以邀约出来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邀约 所以重点就是邀约一定要很快乐 还是刚刚我们提的 老朋友邀约快不快乐 快乐 对不对 所以你平常怎么邀约老朋友 你今天就怎么邀约 所以你要有创造力 那你要有 其实任何的理由都可以邀约 为什么 这个时候你不要想太多的东西 就是跟老朋友见面 这个是心态上的一个调整 那有时候你发现说 那有时候 跟一些比较不熟的朋友 或者说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 那这个就没有像老朋友这么的亲切的感觉 那怎么办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 既然我们是要经营的解释事业 不管你是正直还是全职 所以你每天是不是要做一些 我们该做的事情 就花一点点时间 你要先有一个名单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要先列名单 因为你这个名单里面 当然有老朋友 那其实占很多大多数 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的朋友 或者一些比较不熟的朋友 或者可能是一些新认识的朋友 所以你每天就花一点时间 用各种的通讯软件 不管你是WhatsApp 不管你是微信 或者你是Line 怎么样 多跟他们问好 就是这样 你互动久的话 那你慢慢就发现了 这些朋友慢慢就变成什么老朋友 这时候你的邀约就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非常的快乐 OK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我自己归纳的几个特点 那我觉得我非常的受用 那如果说您觉得可以采用的话 那就怎么样 全部都拿去 这是我先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你要做好一个准备 什么准备 第一个就是各位 好朋友见面就是怎么样 快乐 就是温馨 你要想到过去的时光 对不对 不管你是大学的好朋友 同事上的好朋友 甚至是更久的 那我本身我非常羡慕 那些小学的同学 现在还有联络的 那是一个不同的 不同的时代 我自己本身这种朋友 我就很羡慕这个 所以有时候你想起来跟好朋友见面 聊聊过去的事 或者一起过去干过的糗事 快乐的事 或怎么样的事情 是不是很温馨 很温馨 喝喝咖啡 那聊了过去 聊聊未来 然后问你好不好 那是不是一个很快乐的心态 所以朋友们就是快乐的心态 不要想今天我要怎么样去问他的话 我要去发现他的需求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各位给自己太多压力了 就是快乐 就是温馨 就是好朋友见面 为什么 大家不要急 这个东西是有步骤的 因为你一定要走到每个阶段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 你的朋友需不需要你的帮忙 可是你刚开始的心态就是快乐 就是温馨 就是老朋友见面 还有别的忙 别的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样子 各位是不是轻松一点 快乐一点 OK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 你的要有一个有温度的谈话 然后气氛 不会太干 其实我们想想看 我们过去跟 基本上你跟所有的朋友在聊天 在谈话的时候 其实你的主题 基本上不会超过下面这六个字 就是FORMHD 那F是什么 其实你发现我们聊的 就是聊家庭 对不对 有时候聊聊对方的父母亲 聊聊我们的父母亲 如果父母亲又认识的话 是不是有更多的话题 聊聊家里 聊聊小孩 聊聊兄弟姐妹 那聊聊你的小孩在国外读书怎么样 所以各位 家庭的议题 这是我们常常会聊的 OK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常常会聊的 就是说 最近你换工作了 工作好不好 那为什么会换工作 就闲聊 没有别的目的 就是闲聊 就是这样子聊 那你的工作怎么样 最近像我有很多朋友在台积电 最近他们 通常他们 每个都是怎么样 脸上虽然是很累 可是脸上都挂满了笑 因为这个台积电最近什么 股票大涨 对不对 所以聊聊工作 对不对 可是里面呢 你会发现里面呢 有很多洋葱在里面 那接下来就是聊聊什么 recreation 那我有很多高兴的朋友呢 是真的是人称胜利主 可是他们通常来说 有时候就是 怎么讲 一直觉得就是自己被工作绑住 一直觉得就是青春逝去 那虽然薪水很高 可是心中就是有一个渴望 希望能带家里的人 能带父母亲 然后去共处一段呢 属于自己的快乐的家庭时光 R就是什么 recreation 就是休闲的东西 那M呢 其实这个就是很显而易见 就是什么 money嘛 对不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 有时候谈谈 小孩可能大了 马上要出国留学了 你知道今天出国留学了 那今天举例来说 像我去的美国 现在来说一年呢 一年可能也要三四万美金吧 那对于大家来说 其实都会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那如果今天你有两个三个孩子 要出国的话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谈孩子的教育基金 那比如说有时候自己想要换大一点的房子 所以你要 我们谈的是不是都是这些 还是要注意就是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聊 那有时候你也会顺便问一下对方说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赚钱的方法 或者什么东西最近好投资 所以各位M就是这个 那H呢 就是最近来说 这是现在最热的话题 对不对 在COVID-19的时候你发现 全世界人见面第一句话问题就是说 你好不好啊 那你们那边的疫情最近怎么样啊 所以这个就是健康 而且这个最近来说 这个健康 它带了一个很大的回响 因为这个COVID-19让人们觉得说 其实全世界最重要的应该不是钱 也不是工作 这是什么 健康 因为当你经历那种可能会失去健康 甚至会失去生命的那种抉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时候就突然会醒过来 什么事最重要 好 所以最近我们聊的时候其实就是 所以你发现画夹子很容易打开 那第一就是什么 就是有时候你发现 有些人呢 虽然工作不错 可是心中一直有一个渴望 一直有一个渴望 就是年轻时候想要做的事 他一直没有做 可能是工作忙 可能是身上的责任 那他一直没有做 所以有时候聊嘛 所以说就是像好朋友一样聊 就是你要很有温度 然后要有一点湿度的谈话 气氛呢 不要太干 就是你这个时候的心态 就是完全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做好准备 那你当然要知道说 你的好朋友这个过去现在怎么样 总是要 所以你要做好准备 这样那聊的话题就是FOMHD 气氛不会太干 所以大家特别注意 不是说我们做解释才聊FOMHD 其实我们一辈子聊的 基本上都是这六个大的话题 OK 所以要特别注意就是轻松 就是聊这些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好朋友见面呢 那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所以说你的形态 你的移用上的准备就非常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几位呢 的分享者 你们发现他们的状态 他们的仪容 他们的笑容 然后还有他们的谈吐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哎呀 你如果一看到这样子的话 你发现说 哇 这个不是以前当初在学校穿牛仔裤 穿个T恤的他呢 那现在完全变得这么端庄 对不对 这么的美丽 这么的年轻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是要准备 因为很久没有见面 或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就是解释的魅力 它永远会带给你朋友一个惊喜 因为我们有什么 我们这么好的产品 所以你要做好准备 OK 为什么 因为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我们不是公共一心机 可是就是说 心态上是快乐 可是今天该准备的事情 准备 那如果说你很会聊FMHD的话 其实不光是经营解释 你在你的职场上 或你在任何的场所 甚至在宴会上 其实你都会是一个怎么样 受到欢迎的人 因为你都是有主题的聊 OK 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下个要准备的就是说 我要去之前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只 这应该是Cougar 我忘了 这个在我们美国 有在Rucky Mountain上很多这个 你有没有发现 它是什么 准备好了 整重待发 然后情绪达到什么 巅峰状态 你说跟好朋友见面需要这样子吗 当然需要了 因为就是你一进去那个状态 其实 然后你的心理的素质 你准备的东西 其实就决定了 你今天这个东西是怎么样 因为好朋友永远希望看到 跟一个状况非常好的老朋友 怎么样 一起聊天 因为什么 相成效果吗 对不对 所以把你的情绪调到巅峰状态 OK 然后开始做一下要聊天了 那聊天是什么 那就要注意了 就这样积极的倾听 什么要叫积极的倾听呢 重点来了 OK 第一个呢 你在跟好朋友聊天的时候 你一定要就是说 不要去想太多 不要太公于 就是说 我今天要问什么问题 或者我今天要问他什么问题 然后我要得到什么结果 为什么 因为领导说要发现需求 所以你就一直在想这个 不要 为什么 咱们还不到那个阶段 为什么 因为在你聊FORMHD的时候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你注意下面这两点 其实你就会知道说 他到底要什么 OK 所以就是你要有那个同理性 为什么 今天你就算 你的朋友就算不做解释 你会不会关心他 你还是会关心他 对不对 因为不是 我们所有朋友都要做解释 所以你要有那个同理性 先注意 我们一定呢 是要先关注人 再关注事 我们刚刚以前有听过 是说 解决事情前 要先解决什么 对方的情绪 因为情绪不对的话呢 是 整个就错 所以你要先关注人 你的心态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是你的老朋友 新朋友 不管怎么样 就是你要有同理性 你要站在他的角度 来看他所面对的事情 OK 那你也在关注人 所以各位 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没有谈什么解释 就是关心 关注人 关心他的全局 虚幻温暖 OK 照前面的这些东西 那下面这个重点 就很重要了 就是今天呢 你要做一个积极倾听人 这是我自己归纳出来的 就是 很简单 就是当你在跟别人聊天 你只要做一个积极倾听人 那你的收获呢 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那第一个就是说呢 不要犯我以前犯的错误 我以前有一个性质可能比较急 我比较怕冷场 我就是怕大家都不讲话的时候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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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进的地方 我一直一直在那里 就是不要怕 不要怕冷场 以前我犯的这个小毛病就是 冷场的时候呢 你就会就会想要打破这个冷场 所以就会发炎 那当时那个时候 我又没有 没有没有接过这种沟通的训练 那个时候 都没有进一切 所以也不知道 就照自己的方式去 结果你发现呢 从外太空聊到这个美国的B5C区 又从南极又聊到北极 最后聊到澳洲的代数 最后又聊到欧洲 所以你发现 离太远了 最后对方听了一塌 这个糊里糊涂 我也被自己搞的那个怎么样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怕冷场 OK 有时候就稍微沉默一下 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呢 一般来说呢 对方都会先发炎 如果他真的还没有发炎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抛出一些什么 你可能就抛出一些开放式的问题 开放式的议题 不要抛出那种封闭式的议题 那你抛出议题的范围还是FORM HD 比如说今天来说 我有一个朋友 我知道 她就一个女儿 OK 那这个女儿很喜欢打Tennis 就是环球 然后也是校队 然后听 那我知道她得过一些奖牌 所以女儿就是她的宝 所以FORM里面呢 你要聊家庭 我不会 你可以这样问 女儿最近好不好 那你发现这就是一个什么 yes 和no的问题 好还是不好 那我不会这样问 我要换一个方式 我就问什么 你女儿最近 这个Tennis打得怎么样 听说她上次换了一个新的教练 然后成绩很有进步 OK 这个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 好 那就你要等等她这个回来 就是开放式问题 引起她的话题 OK 那她会不会继续讲 当然一定会继续讲 OK 那第三个就是说呢 问题要一个 接着一个 不断的抛出来给对方 今天 你如果要了解一个人 他到底要什么 那不是你去想 你要去问 问的时候 他讲出来的 才是他要的 那我们常常就会把自己的需求呢 当成这样 对方的需求 所以你要去问他 OK 那抛出这个话题 问的时候呢 那你怎么样可以一个问题 接一个问题 让他的一直 的讲下去 所以你发现有些人为什么呢 很会聊天 其实很会聊天的人 不见得是讲得多的那个人 很会聊天的人都是听得多的那个人 可是他会在适当的时候 问一些问题 让对方觉得说 今天真的是碰到 非但是老朋友 我以前怎么没有觉得他是我的指引 就一直问 一直讲 那观点就是说 今天你要注意对方 话中的这个形容词 像你刚才那个理解说 你的女儿最近听说换了一个新的教练 听说成绩还相当不错 那之后他就想说 对啊 我告诉你这个教练呢 他过去是得过什么样的奖 那他呢 非常了解我的选择 简直是非常棒的教练 真的是我女儿的指引 OK 你就听到非常棒的教练 你说哇 有多棒 他是怎么样教你女儿 所以你发现 对方就会这个兴趣 他就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这样去 那你就会慢慢就发现 所以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要抓住对方的形容词 那有时候呢 要重复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 这个你要了解对方的需求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剥过那个洋葱 剥洋葱是不是要什么 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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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层的剥 所以 这个东西 了解需求也是 一层 一层 一层的剥 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在这个时候呢 我跟人家聊一层 通常我都会 会 赞美 认同 对方 然后 在这个当下的时候 我会做一些 适当的表情反应 虽然我是一个比较没有表情的人 可是 对方可以感觉到 从我的肢体语言 和 和我做的这个 那他会感觉到 我的善意 我们常常有些人讲说 要微笑 倾听 那个有时候一直微笑也是不对的 比如说对方讲一个他最近被 比较不顺的事情的时候 就他发现你在对面一直微笑 那你觉得他心里想说 OK 像比如说他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点 配合当时的表情反应 所以就各位就很简单 就是说 很小的一些细节 如果说我们可以去注意的话 各位 快乐的邀约 然后这个是 那发现对方的企鹅 绝对没有问题 那你既要专注到什么程度呢 你就像看这个企鹅一样 对不对 你看那个右边这个企鹅 你看做得多壮重啊 多专注啊 左边那个企鹅 感受到他的这个积极的倾听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对不对 所以到最后你是不是发现 这个过程之后呢 那我们今天才进入主题 什么主题 这时候你才会找到他 真正的需求 OK 所以你发现 邀约暖身这个时候 你刚开始来说 你的心态都是那个样子 好朋友见面 快乐 那你要照那个流程走 那你要做一个积极的倾听者 用播羊组组上次 最后你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才会 真正的知道怎样 他真正的需求和渴望 这个时候你才进入 接下来 今天你邀约开始 有一个转折点的时候 其实是在发现 对方真正需求的时候 就是你才来决定说 今天你是要展示 如果你觉得 真的知道他需要什么的话 那你可以展示 或者你觉得今天 他可能还是没有 讲到他真正的需求 你不是很确定的时候 那你怎么样 你可以决定说 那没有关系 反正朋友嘛 对不对 跟进 那接下来就是说 如果说你觉得可以展示 可是你发现 你像这个新朋友老朋友 有很多的这个新进来的 你没有办法自己去讲的时候 你才决定是ABC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 就是说ABC 做一个正确的ABC 今天如果说你会展示的话 像刚才前面这些的分享者 他们本身来说 有相当高的经验 这时候他会判断 根据对方学 他就可以展示 那有些新朋友这时候 这时候你就需要怎么样 团队的帮助 需要上属的帮助 需要更有经验 借助这些更有经验的经验 然后呢 他对杰斯的了解 那他的观点 来帮助你 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是什么 正确的是什么 ABC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上面有三个人 OK 蓝色衣服的呢 一定就是A 那中间那个女生 基本上是什么 是C 然后右边 侧面这个男生 基本上就是B 这是一个典型的ABC 三个人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是一个正确的ABC 那为什么需要ABC呢 因为杰斯这个声音就是说 他的好处就是 你不必受完所有的训练 你才能开始进行这个试验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advantage 就是他的一个优势 因为譬如说像 我很多朋友 他们是做保险的 或者他需要可能半年以上 你要拿到证照才能干得进 各位半年 那今天如果说 你要拿到一些更高的证照的话 可能是一年 可是杰斯来说呢 基本上认真学习 两个礼拜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做什么ABC 因为总是要了解一下 公司的产品 制度 文化 然后理念 到底能不能帮到你朋友 所以这时候你就需要什么ABC 就是借由团队里面你的上述 他的优势 然后来帮你怎么样 尽快的呢 让你的朋友也能更好地了解到 这个事业是可以帮助他的事业 所以谁ABC里面的B就是谁 A就是你 你就是什么 桥梁 那C是谁 C我们就讲的英文叫做Customer 其实就是也叫Prospect 那就是未来的客户 或者基本上就是你熟悉的人 那A是谁 A就是什么 Expert 就是专家 那这三者的关系呢 是怎么样 第一个 既然是你的朋友 所以他对你有什么 信任 你对他也有信任 OK 可是那你对专家来说 他可能是你的上述 所以你对他也有信任 那你要怎么样 推崇他 因为你要把C对你的信任 那经过你的推崇 那转嫁到A身上 人一定会听相信人讲的话 那今天A和C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互相了解 唯一的办法 缩短时间法就是透过你的推崇 OK 所以你把C对你的信任 经过你的推崇就转嫁到A身上 所以这时候C就会对A就是有信任 有尊敬 所以这时候A讲的话 C才会听得进去 所以信任加尊敬就是什么 成交 可是里面有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B 你要做什么 推崇 推崇永远是关键 所以ABC里面来说 其实他讲的就是什么 推崇 OK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来说 你是B 那你的重要性相当重要 一般我会把B比喻做什么 导演 对不对 因为ABC三个人里面 你是最了解C的人 那A要透过你的了解 然后来了解C 所以你本身就像一个导演 那C就是观众 那A是谁 那A我就把它B做成什么 你的最佳男女主角 如果 我常常会用这个比喻 让大家就听得懂 你是导演 所以你就要负责 整个剧情的安排 对不对 你要告诉 你的最佳男女主角 今天我们要演一个什么东西 那对象是谁 那你要怎么演 所以你最重要 所以各位 ABC里面最重要的不是A 是B 就是你自己 那我也常常把B比作一个什么 做球员 做球员 大家有没有看过人家玩那个足球 或者打篮球 对不对 那今天 今天有时候呢 特别是足球 你说今天从前场带到后场 一脚踢进去 能不多 一般来说就是要团队合作 对不对 那你看他有时候就是跑到一个位置 那你就是那个做球员 你临门就是 缠一个球给他 那A就是谁 他就是那个把球踢进门的人 他就是做临门一脚 所以你就是做球员 那这些完了之后 别忘了 B呢 其实是最适合 ABC做这个T节的一个角色 因为C有时候呢 他在签单 或他在进步进单的时候 有时候他可能有各种的因素 那这个因素来说呢 他当时的情况 他还跟A还没有好到那个程度 就是要直接告诉A 所以这个时候 有谁来说 有B来做是最好的 那我们在ABC过程中 其实有时候就是发现 B并没有 B完全要仰仗A来做T节 这也不是不可以啦 就是看当时的状况 可是一般来说 B来做T节呢 它会有一个比较缓和的一个作用 为什么 因为A的角色来说呢 他今天不是来帮你签单 他是来帮你做解说的 签单来说呢 是你自己要做 所以这个B的角色 我们自己的定位角色 要搞清楚 这在ABC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那B在ABC之前 你有没有一些基本动作 有的啊 有的啊 那你想说 做个ABC要这么多 各位是的 因为你在解释 学的就是ABC 很重要 我们要知道魔鬼 不是魔鬼 财富都藏在细节里面 常常有些人大剌剌的 那往往就是说 你有时候 你的方法 没有办法复制下去 所以为什么 我们今天会要特别谈这个 就是细节 当你注重细节之后 你就可以复制 第一个呢 你要详细填写C单 就是C的状况 因为A完全不认识C A对C的了解是经过你 所以你要谈什么 你要知道他的性别 年龄 家庭状况 工作 经济状况 那你和他是什么交情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看过 有些人 其实他 在整个ABC过程 他也并没有特别的用心 可是他后来 为什么会加入 就是因为跟B 就是铁杆子 闺蜜 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和对方的交情 到什么程度 还有个性 因为有些人个性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们以前上课讲的 这九型人格 他是狮子型的 猫头鹰型的 对不对 还是无尾雄型的 你要知道 我们如果A知道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说 当时是用引导式的 那还是用教导式的 就是说完全要看他的状况 然后就是你要告诉 一定要告诉A 潜在的需求是什么 那有无组织行销的经验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有组织行销的人 其实基本上来说 他们对这个行业 他其实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 他比较会 最后会去谈到 就是说 你们有什么产品 还有就是什么 奖金制度 那如果说你能告诉了 他是哪一家的话 那我们在谈的时候 我们就会比较针对性 就是我们可以 为什么要针对 因为在短短一个小时 我们希望讲到 他要听的东西 解决他心中的疑惑 那还有就是 你和他谈到什么程度 因为有些人其实来的话 就是要签单而已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 他是不是决策者 因为有些人他 可能财务大权不在自己手里 所以他可能要问老公 问老婆 问妈妈 问爸爸 所以这个知道 所以你越让A了解的话 这个C单是越详细越好 那A就比较可以融入 那个情境里面 那第二个就是 你要做明确的要约 明确的要约很重要 就是你要让C有一个期待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 这个快乐的要约 然后你发现 他真正的需求的时候 那他的期待就是说 今天他也同意 他的有这样的需求 那他的最好的期待就是 今天我来跟A见面 我可以得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这是一个最好的状况 而且这个时候 我们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比较容易怎么样 切入 而且我们也会有高度 那这时候你要做明确的调远 有些人就是前面的暖身 发现需求做得不透彻 做得不扎实 结果其实C的状况 A也不是很了解 这个时候 或者说C其实需要另外一个东西 那B并没有明确的告诉他 所以他有时候一来 大家一谈的时候 你发现 C觉得说 哇好像被设计了 这有没有 有过 这就是前面那个部分没做好 所以明确的调远很重要 让C有一个期待 那这样就是有效的推崇 有效的推崇 推崇来说 这边特别主要 你要特别去推崇 不是A的背景 他的赚多少钱 住哪里 开什么车 这个东西稍微谈一下就可以 因为你只要让C觉得 A是一个成功的意思 就可以 比如说你把A讲得太强大 C会大 为什么 他说我跟他的差距那么大 我跟这种人谈话也行 所以这点很重要 所以你要特别推崇 A的什么 人格特质 OK 或者你和他相处一些小故事 为什么 因为你要谈的这个东西 就是让C有那个感觉 A就是今天可以解决我问题的人 那A的一些特质 像他 这个很愿意帮助人 对不对 像他很会分析这个 这个网络的大事 那这就是他需要的 所以你要特别推崇的是 这方面的东西 倒不是他有多强大 所以这一点 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你要根据C的特质 然后适当的去推崇 A 这个很重要 这一点就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并不是呢 想说今天你请了一个A 好像大罗神仙一样 把他讲的神灵神仙的 结果这个C就发现说 其实那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C是需要一个跟他的问题有关系的来告诉他这个事 到底怎么做 OK 那最后一个就是B要特别注意 前一天要在确认行程 这个很重要 然后作为安排呢 有几个重点 就是C要面对固定场景 C不要被一些会移动的场景 然后呢 怎么样 分心 OK 那B呢 你要特别注意 B 你那天扮演的角色 你不适合A同一个阵线 你是和B同一个阵线 这样子 你是和C同一个阵线 这样C才会结束怎么样 安全感 好 那A是坐在C的旁边或四十度角 所以今天你看 你看有几个比如说圆桌 那就是这么做 那如果有两个锡的话 就这么做 方桌 就这么做 那如果两个锡的话 方桌就这么做 OK 所以那场景的安排非常重要 我下面有几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咖啡厅对不对 不错啊 是啊 你看 颜色的搭配啊 椅子都很棒 可是各位呢 你仔细去看这个咖啡厅的话 你会发现呢 当然如果你要做的话呢 就是做 C要做什么 面对外面窗的部分 因为外面是一个开阔的空间 它不会被打扰 那或者C要面对右边这个墙的地方 为什么 它这个固定的视线 不会被打扰 那C一般来说 最不好是坐在中间 这个圆桌的部分 这个东西你会发现 可是这个里面呢 这个餐厅来 这个咖啡厅来说 那有一个地方你要特别注意的 它的空间不是很大 所以它容易受到旁边人的干容 OK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第二个来说像这个场景 那这个场景呢 以我来看 如果说只有这两排的话 我真的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因为我看不到另外一遍 可是你看到它的面对玻璃的这片 外面注意 你注意到有没有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垫补梯 所以C呢 千万不能坐这边 因为垫补梯绝对是有人的嘛 进进出出 所以C呢会不自觉的 被它的眼球所看到 移动物体的东西所吸引出 所以它就不会专注你听什么 那我最喜欢的是下面这个场景 大家看到 这个场景呢 是个五金级饭店的咖啡厅 其实那个也是我非常喜欢去的地方 这个里面你发现 第一个它的空间非常的大 这么大的空间里面 就摆这些桌子椅子 OK 而且你今天你发现 它桌子的摆法靠窗的这边 那都是一个圆桌 那只有三张椅子 那这就是非常好的 OK 所以在这个里面来说 其实你坐在哪一个位置 基本上影响多么大 而且它的装潢会让人有一种 所以各位 这个感觉气氛很重 就让人觉得说 怎么讲 就是你会come down下来 然后你就 而且这个里面去的人 就是你发现穿着 讲话得体 人就是这样子 在一个适当的环境里面 人就是会做适当的 这个情绪 适当的动作的这个反应 那我自己常常在量坦单 所以我知道这边的好处 那我个人会很喜欢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自己也算过成本 其实五星级咖啡店和一般的咖啡店 其实价钱真的差不了多少 而且五星级咖啡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他们的化妆室通常都非常的舒服 所以今天我们在做ABC的时候 你一定是晚到的那个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先去化妆室 把自己再看一遍 像我们这种人特别注意 头发一定要梳一梳 为什么 你头发太少了 对不对 外面有时候风大了 或者外面太热的话 你看我们进去 就没有给人家一种什么经验的感觉 所以我会这样子 这是我个人喜好 不过也是分享给大家 那我发现在这个里面来说 人就是会比较专注 然后他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生意 那他会 你就知道 就会照你原先的这个流程 然后再走 我们常常讲 结果我们是没办法预测 可是过程我们可以这样掌控 那过程对了 结果可能不会差去哪里 这是给大家的建议 那B会面的时候 有一些基本动作 我们为什么分得这么细 还是那句话 财富就在细节里面 B和C呢 你要早5到10分钟到场 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就很重要 好 等我一下 在A出现的时候呢 B呢 你最好排的座位 要能先看到A什么时候进来 它一来的时候 你要优雅的立刻起身 而且你要离开座位 向前欢迎A 表示你的尊敬 各位你看一下这个肢体员 和动作还有态面 那C呢 它就知道说 哇 你很尊重这个A 所以你前面讲了很多的东西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画龙点睛的再加一笔 这个很重要 可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就看到 B呢 就坐在那边 那甚至最糟的就起身都不起身 嗨 那你一嗨呢 就所有东西都嗨完了 没有了 所以这个小细节 重要重要 OK 那你看 那起身之后 握手 然后把A呢 请到座位旁 这时候呢 你要热情适当的介绍 A 好 推崇A 再推崇一次 而且就是要站着讲 因为这个C自然会起 OK 那接下来就是你介绍C的时候 千万不要太讲的太 把C讲的太 就算他很厉害 可是今天别忘了 C是做他的传统生意 或做他的事业很厉害 可是C 对杰斯这个生意 他应该没有A厉害 所以A就有优势 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记住 不能让你把C讲的太厉害 让A当场气势就下去了 OK 那接下来玩了什么 大家坐下的时候 那你就要开始介绍A 你要介绍A的时候 记住 你在介绍的时候 要让A有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让可以取得C的心 比如说 以我来说 我举个例子 那今天你介绍一个朋友 他今天可能 比如说他是要转换跑道的 那他现在知道这个网路生意 或者Internet 跨界电商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投资 也是一个未来的事业 所以他在选择转换跑道的时候 他很慎重考虑这个 那你在跟他做发现需求的时候 你知道他需要这个东西 那你也做了适当的推崇 做了一个明确的要远 所以这个时候来说 你还要再加一句 就是说今天我们非常 比如说我们非常谢谢 假设Robert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Robert 你知道Robert过去 他都是在戏骨 你知道那个地方来说 是全世界的高科技众生 那是英零世界潮流的地方 所以Robert本身来说 他在经营其实有一段时间 那他对分析这个网路的趋势 哪一些网路的生意适合我们做 他有一些独套的见解 非但在节是取得一个什么 相当不错诚意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帮助了很多人 在这个地方看懂了 解释这个生意 是适合他的生意 各位 这个东西来说 你就让A有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而且这个时候 C因为你的再一次的诉说 他取得对A的信任 因为他就需要这个东西 那这个A就在这边 就是蛮不错的 而且最主要是他帮助过很多人 这个时候我要去讲的话 A要去讲的话 各位我们就很容易切入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B就是要负责暖场 还有重点是和C坐在一起 我们刚才前面左卫的时候有讲过 让他有一种被陪伴的感觉 所以今天这个时候 ABC的时候 你不是和A在同一边 你是和C在同一边 为什么 要来解决他的问题 要陪伴他 那注意全程要什么 陪头 点头 回笑 注意C的表情 这一点为什么要注意 因为 在我们过去这个经验中 你在一个小时内 你要把公司产品之路讲完的话 或者你要讲到相当的程度的话 一般人都没有办法说他会那么的了解 所以 可是他 一般人他都会不好意思去打断A 所以他就会 那个时候 他的情绪你会知道他有问题 可是他不会问 那这个时候有时候人就是在过程之后 有时候我们问他说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特别 符合你的地方 这时候他有时候会忘记 所以这时候B你就要特别注意他的表情 对不对 比如说他今天讲到无限带累积 他觉得很棒 可是你发现C的表情有点停滞 代表说他可能不太注意 或者他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所以到最后会后在准备要替解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帮C去问这个问题 如果他没有问到的话 OK 那第六个就是 在你进入这个会谈这个场景的时候 你一定要排除一切的干扰 为什么 你要创造一个优良的沟通环境 那第一个我要大家注意就是电话 很多人常常把电话就放在桌子上面 关静音 那我非常建议你 电话关静音 不要关静音 你关静音可以 可是不要放在桌子上 把它放在宝宝里 因为专家研究过 你只要把电话放在桌子上的话 其实你给对方试一个暗示 你可能随时都要接电话 那这时候他就觉得不是很好 所以注意电话不要摆桌上 放在宝宝里 然后要告诉服务员 饮料上完之后 你跟他说不要打扰我们 我有需要我会主动找你 那在过程中不要来加税 不要来问我们要什么 那第三个就是不要V呢 不要发射掉D产品 那甚至有时候不要插话 就是微笑点头 然后做个机就可以 这个就是细节 细节 可是财富都常在细节里 那V避免受要避免的行为 就是说没有有效的推崇和尊敬A 过度的推崇器 刚才谈过了 然后打断和反驳 A所说的话 然后在A说话的时候 表现不专心或不认同 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然后提出不该问的问题 然后就是D产品资料 解说产品 送饮料 没有全程穿衣 滑手机 讲电话 进进出出 甚至有时候就是什么 哎呀对不起 我有事 假有事 我必须要先利息 那这个都是完全会 会迫害A利息 它的成功率 这就不是一个正确的ABC 所以今天如果说 你要做了这些暖身要约 那做了ABC 你要有一个你期待的结果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避免一些行为 OK 就是真的来说就是只有这些 那地选的挑点 那这些都是可以 那我一般来说 我个人 我个人 我会比较喜欢在这种五星级的咖啡店里面 这是我个人的 那其他地方通通都可以 就是如果说 你没有办法在这种五星级的咖啡店 或者你在附近真的没有这个时候 那你就是要注意 就是要营造一个什么良好的沟通环境 然后在过程中你自己不要听手机 就是大概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地点的挑选 还是要因时因地之一 那一个重点最后就是说 会后 会后 一定要和 不管你今天有没有成功 有签单 没有签单 或者当场有什么事情 你就是一定要和A坐下来讨论得失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结识它是一个可以压缩成功的一个事业 重点在哪里 ABC办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A是用实战的方式去教B 今天你要怎么样去谈这些case 你去怎么样去了解 那你在A再和C的交流的过程中 你就会知道说 A它是用什么角度 它是站在对方的角度 还是专家的角度 它什么时间去改变 这个有很多东西要学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学的 这就是我们可以压缩成功的时间 就是实战教学 那不管成案不成 你今天签单了 那我们就要讨论说 今天我们是哪些地方做对了 所以配合C的特质 所以我们签单了 那如果说今天没有签单 我们还要跟进的话 我们就要讨论说 今天是什么地方 我们疏忽了 我们没有做的 有做 可是没有做到尾 那我们就要去 下次做改进 所以杰式的生意就是好处在哪里 他今天不怕谈不整 他拥有一个补救的措施 只要你在当时做出适合的反应 适合的举动 适合的延迟的话 我们都会有下一次的机会 所以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每一个ABC对B来说 其实对A来说一样 它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那当然也是一个为你 实验打基础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做一个正确的ABC 那一般来说我们在讨论之后 我们大概会有看过一些ABC 怎么样 就是比较不理想的一些原因 这个就是大杠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大家稍微放在心里面注意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常常有时候V 怎么讲 他可能都忘了 像我自己做传统生意的话 我会非常非常的感谢 在我谈单的过程中 那有人会拉我一把 推我一把 因为在我们传统生意里面 我们没有 不能讲朋友 就是你没有帮手 就是你今天看到的 跟你同行的 都不是你的帮手 都是你的竞争者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有人能帮我的话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激 可是我们常常看到 有些V觉得说 那A呢 有赚到我的积分 或者有赚到我的奖金 所以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个 理所当然的事情 帮你谈单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如果有这种心理异数的话呢 那基本上 那前面这些细节 基本上就比较难做的全 所以第一个就是 他没有一个感恩的心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 真的要去了解 AE呢 他是来帮你谈单的 那这是你自己的生意 那第二个就是 他没有做好准备工作 他觉得AE好像就是大罗事 把人丢给大家就搞定 所以他没有做好准备工作 他不知道对方要什么 我们也许不需要知道 对方所有的需求 我的领导 他教导过 其实只要一个需求 只要你抓到他一个需求 那就可以签单 可是如果说 你没有做好准备工作的话 用拆的那只是几率问题 你拆到那是你运气好 而且在没有做好准备工作的时候 对AE来说 他就比较难达到当天 你期待的东西 为什么 他可能要从暖身开始做起 那这样来说 你发现可能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都搞不定 那这个过程中 对方也累了 所以准备工作要做好 那第三个就是 没有明确的邀约 那有时候伙伴 因为我看过这种 就是说 我介绍你认识一个朋友 就来的时候 竟然是谈解释 这时候吸就一个什么感觉 被设计 而这种设计感觉就是 那不是钱的问题 是那种感觉非常不好 而且这个时候来说 会怎么样 会伤害朋友对你的信任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特别想到 你要发现需求 然后针对他的需求 做明确的邀约 这个非常重要 宁愿邀不成 可是也不要失去一个朋友 所以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发现需求 明确的邀约 那把希望寄图在别人身上 常常就是这样子 他们都忘了 这是自己的事业 我们发现 所有在解释里面会成功的人 他永远都有一个基本心态 这就是自己的事业 就跟我们一般创业一样 可是我们比创业更好 因为我们没有那些最难的事情 那你只要记住 这是你自己的事业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解决 如果你是传统生意老板的话 就想想看 当初你创业的时候 那别人是怎么对你的 那你就知道说 今天有人帮 有人带 有人交 怎么讲 感恩啊 那还有一个就是 V觉得说 你发现 妈妈做了五次ABC 她还是没有办法燃单 为什么 贵重不学习 贵后不检讨 那出入方式一直用 就是以她自己的方式 就是没有规定 这我们常常看到 不力量的原因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自己个人的一点体会 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还相当的不错 特别在邀约那一部分 我想ABC大家都听了很多 可是如果是一个快乐的邀约的话 能对大家在解释这个事业上 有一些帮助 那下每周 我们是每两周 在周六的这个OPP之后 就会有一个培训 那两周之后 会有一个更棒的领袖 更棒的老师 来分享一个 切合现在大家所需要的论点 来做培训 那今天呢 非常谢谢大家的聆听 那我是Robert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再见 OK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谢谢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